仅仅一强之隔的宜蘭国小还有中山国小 虽然是邻居 却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教育特色 当然更是竞争对手 但在音乐的魔力之下 两校的管弦乐团将首度合作 12号晚上要在宜蘭演艺厅 要带来精彩的演出 为了5月12号的合作演出 宜蘭国小的弦乐团 以及中山国小的管乐团 正在加紧练习培养默契 希望呈现最好的演出 而且对学生来说 更是良好的学习经验 你以前有跟那个弦乐团合作过 没有 就还不错 很有趣 因为那个音乐还不错 就还蛮好听的 很高兴可以跟他们合作 因为两个学校都没有合作过 希望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 那在不同的领域 有没有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有 学习就是管弦乐团的 他们是拉的 我们是催的 你觉得是管乐 嗯哼 那跟弦乐配合感觉怎么样 很好 蛮有趣的 以前如果单独自己拉小提琴的时候 感觉是怎么样 很小声 好 现在呢 现在就声音大很多 然后 听起来呢 然后算不错 好 不错 是不是听起来更和谐 嗯 跟我们一般比起来说 比较吵 吵死了 可是音乐的流畅度也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种合作以后要多多举办对不对 对 互相学习优点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那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管乐 有 唱底 因为他声音比较亮 如果有时间学习的话 你也会尝试大提琴跟唱底来学习 会 宜兰中山两所历史悠久的学校 长期以来几乎不相往来 如今打破隔阂 先是以音乐来交流 未来更是期望互相合作 良性竞争 我们很想撮合 但是因为时空的背景 也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那这一次真的要谢谢我们宜兰国小 在这一次举办选乐团的年度发表会 邀请中山的乐团来参加 那我们这两校的乐团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第一次跨乐繁移 那两校共同合作 那也从历史渊源 从整个乐团的经营来讲 这真的是好事一桩 在学生学习音乐上有更深更广泛的一个学习 那对学生来讲也非常的新鲜 而且有挑战性 所以这一场的演出也是小朋友非常的期待 那家长们也都非常的支持 那希望各界也来为我们两校的小朋友 来加油打气 他们会有完美的演出 这场管弦共舞音乐会 时间是5月12号晚上7点半 在宜兰演艺厅 民众可以到宜兰国小及演艺厅 免费锁票 宜兰兄记者张丽林采访报道